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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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歡迎而望去 整排都是充電站 民眾停好電動車 就可以自行充電 這種景象在2025年後 將成為荷蘭和挪威人日常 選擇電動車很簡單 紐維州政府 都會買到它更加資金 購買它 全球電動車密度最高的國家 就在挪威 但法國 英國 西班牙 印度 以色列等國家 也跟進 宣布推動汽車電動化轉型 逐步淘汰燃油車 成了各國最新趨勢 看好市場商機 汽車大廠紛紛投資綠色未來 像是奧迪這輛電動概念超跑 證實明年正式投產 車身流線動感有形 外觀兼具科幻 時尚感 搭載三具電動馬達 俠670匹馬力 造就不輸燃油超跑的堅強實力 內部座艙甚至能夠平移 讓駕駛享受賽車般 極致行車快感 美国大富士和德國的富士 都盡了聯合聯合聯合 和製造資料 兩位大富士也會 在發展自行車的資料 提供電動車的選擇 他們的未來模特兒 Volkswagen ID Cross 會進行製造 這年 引引全球環保意識抬頭 和各國政策推動 傳統燃油車有望走入歷史 邁入電動車戰國時代 三天新聞全部報導